大家好,我是小玲 点赞订阅,小玲才见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出大事了 人民币又暴跌了 那简直是失控 现在out of control out of谁的控制 习包子啊,中国共产党啊 你想想各级官员 各个部门 什么财政系统啊 央行系统啊 金融系统 政治局 天天都在强调一个什么 人民币没有大幅贬值的基础 现在怎么就天天贬值呢 怎么回事呢 你想想啊 一个老百姓听了他们的鬼话 听了习包子的鬼话啊 中国经济稳重向好 你就去投资了中国 买进了人民币啊 买了中国的房子 亏了钱 找习包子去啊 找他赔钱去啊 你不是告诉我 中国经济稳重向好吗 你不是告诉我人民币 没有贬值的基础吗 现在怎么就贬值呢呢 我是不是找你们要说法呢 你们说话负不负责任呢 是不是啊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情况啊 然后再分析分析 然后央行也是出手了 出手之后有没有效果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今天早上人民币开盘又暴跌 最好就是周末休息休息就不开盘了啊 一开盘就暴跌 最低啊 暴7.1635 一开盘就又创了个新低 最近几周啊 是连续每周都在暴跌 从6.6啊 一下子是扁到了7.16了啊 7.2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创最近几年以来的新低啊 什么到8了到7.5 股价简直下下的小伙伴们都尿了啊 一去不回头啊 怎么回事呢啊 而且这个人民币啊 大家要知道 中国的中国特色吗 包括所有的金融市场啊 就中国所有的什么股市啊 债券啊啊 人民币汇率啊 这些都是管控的吧 你要知道管控的跟人家不一样 我举一个例子啊 这个你比如股市里面 中国股市有一个叫涨跌停板啊 就外国都没有啊 主流的西方国家都没有啊 香港股市没有什么涨跌停板 每天最多10%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跌了 最多10%啊 控制这个市场 控制这个波动啊 在事实上啊 他这些政策往往形成一个叫做什么呢 他控制了一个局部的波动 但是却放大了一个长远的趋势性啊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这个涨跌停板啊 这个股票一天出来个坏消息 一下子一天的该跌跌完啊 那后面如果他基本面没问题 那他趋势性就没有啊 一天跌个30% 那么把这个风险全释放了 一天就释放完了 但是往往有涨跌停板的股票啊 的市场 他还更加跌的更加多呢 一下子 跌停板卖不出去 跌停板卖不出去 资金就没有得到释放 没有得到成交 往往啊跌的更厉害 一下子出现一个趋势性啊 就一个这个羊群效应 在中国有时候也是特别厉害啊 但是跌的更多 人民币也是一样的 没有做空机制啊 有做空机制的市场 一空空下去呢 有人平仓 你看到现在什么日元啊 这些很多做投机的资金啊 就是就是哎呦我这顺便就把日元做空一把 哎到时候哎呦你发现哦不对哦啊 这个日本央行出手了 我这做空的资金一下子就全平仓了 你发现从145一打打到145 为什么全全都哎呦我 我不跟日本央行作对啊 这个是吧 日本央行而且跟跟美国美联储取得了共识啊 对吧一下子啊 这些投资资金就就会平仓嘛 他有个反作用 那中国没有他趋势性特别强 一旦指大家形成这个共识啊 他往往啊他止不住哎啊 所以这个人民币啊出现了一个趋势性的贬值啊 这也是跟中国很多这个什么央行的官员的说法 哎完全不一样哦 现在是趋势性啊 而且你看啊今天央行也是急呢 中国共产党急呢啊 在权贵的命根呢 你想想人民币贬的全都可以换什么呀 是不是啊 所以为了稳定啊 他就今天就出手了 稳定外汇市场预期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哎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至2022年9月28号啊 就两天之后啊 将远期受贿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几率啊 从0一下子上调到多少 百分之20 哇一下子百分之20呢 啊 这是个什么玩意呢 什么什么 啊 远期受贿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准备几率 这是什么玩意呢 啊 这还我们不需要太详细了解它 但是呢 你看看这个这个东西以前有没有出现过啊 以前是什么时候出现呢 对上一次是2020年10月12日啊 当时也是未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基本稳定啊 人民银行当时也是就把这个远期受贿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准备准率呢 从20条到0 当时是20条到0 这次是0到20 那你就看到差别 当时是2020年的时候呢 呃 人民币升值的比较快啊 当时什么 率先7年外面呢 就 当时这个疫情的影响嘛 外面就确实受到冲击 然后这个资金 哎有点走到中国来吧 啊 在这中国启动这个生产嘛 啊 当时就确实有一波生殖啊 在这个什么7又到6啊 然后然后就也是调整了这个外汇风险准备准备啊 从0到从20条到0啊 就抑制他升值的过快啊 所以你看这中国认 这个人民币啊 他是没有弹性的 他中国中国政府也怕他涨 也怕他跌 跌也不行 涨也不行 他也受不了 两方面他受不了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是相当脆弱 就涨一下跌一下呢 他都感觉受不了 他都都要赶赶紧出来出来稳定局面啊 啊 这次就反过来 那就明显就是贬值的太快了啊 举个例子啊 根据这个工具啊 原先准备净率啊 就是现在20%的情况下呢 啊 假设某银行要做100万美元的远期受贿业务啊 需要计题20万美元 就100万 也就是20% 20万要交给这个央行存放在人民银行 而且是没有利息的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银行其实就损失了多少呢 损失了这20万的利息啊 转嫁为什么呢 啊 那最最终就转转嫁为这个受贿业务的成本啊 这个成本呢 最终也会转嫁给这个客户啊 就投资者 所以客户在远期购汇的积极性 就会因此受到打击啊 成本上升了啊 他觉得这一把 如果后面空间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呢 他可能就不做 那比如现在日元在145 日本政府果断一出手 他感觉又145 他后面啊 撑了天啊到150啊 空间不大 我到时候那美元 总归有一天到贬值通道啊 到这个叫做降息通道啊 对不对啊 涨涨跌跌啊 都是应该循循环环 那么都市场就是这样嘛啊 所以人家就不敢干的太太离谱了啊 所以央行也这么个意思啊 在推出这么个东西 哎 有没有效果呢 哎 这很意外啊 居然一点效果没有啊 去出来这么个工具 你看之前的日元啊 这果断出手啊 这果断出手啊 一出来啊 确实有效果 你看人家日本 哈哈哈哈 什么日本就就腻干净你 145 一分钟打到140 你看说就就有效果啊 因为人家有很多的做空资金平仓 我说这中国没有 你把它一打也没用 打了这个打了个空气 因为没有对手盘啊 所以就我说在中国没有做空机制呢 很多时候他趋势性还特别强 就一旦形成趋势 他不会不好扭转啊 呃 你看楼市也是这样的 楼市之前也是出很多政策啊 要要这个楼市 呃 这个风险很高啊 要调控啊 这个这个但楼市一直涨一直涨 他到到时候就到他这个泡沫自己破灭 所以说中国经常是这样 或者说这个政府强牛啊 这细胞子一出手 房租不炒在强牛他啊 最后就就把整个市场砸烂 你看说中国的经济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就是他制度性里面也有很多问题 就他经常 让这个市场走极端化 一下子炒炒在天上去 一个北京把整个美国买下来 那就是纯不合理嘛 对啊 你北京大不了对不对 对标一个纽约嘛 对不对啊 那个纽约肯定比你北京强 是不是啊 就比比比比上 说不定纽约的强 还是我我大家平安吧 这个纽约强还是上海强 我也感觉纽约强一点 对吧 所以这个 往往走的更极端啊 现在跌起来 他也会极端啊 政府就是也没有用 就这样的 经常就就是失去控制啊 走向极端 到到这实在不行了 到时候说这政府就要乱出手了 政府乱来了 或者说一下子把整个市场砸得稀巴烂啊 到时候再再回头都是这样啊 或者说整个市场就停止里面交易 不能再交易了啊 或者说像15年股灾的时候 直接武警进驻交易所 哪个基金经理给我卖出的 你你压的卖出是吧 就给你抓起来啊 这个做这个又又逮住一个啊 你看就逮住一个做空的啊 又逮住一个的 就是现在普京啊 哪个做逃兵 哪个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啊 把他抓起来啊 你亏钱你要亏啊 那你你感觉有风险 你你不能走啊 所以这个现在啊 看上去是人民币啊 今天早上短暂一两分钟 几分钟啊有所反弹 但之后居然是再创新机啊 最新报到7.6 六二去了 哎 所以你看到就还往上弄啊 所以这个记者注意到啊 央行其实在9月5号啊 已经公告称 就之前已经出过手了 一个月之内两度出手 月初出了手 现在月底再出手 一个月之内两次出手 9月5号的时候就曾经公告说提升金融机构外汇资金运用能力 至2022年9月15日啊 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两个百分点啊 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百分之八下调到百分之六 你看呃 是不是失控啊 有点失控的意思 就他都hold不住啊 再再出手到时候我就说了肯定把市场砸的稀巴烂啊 到时候不让大家换汇 如果他完全禁止换汇 那市场又是乱套啊 到时候嗯 两度出手没有阻止这个趋势 里面有什么原因呢 还给大家拿出一个原因啊 就是为什么现在人民币贬值趋势性这么强 尤其是最近一周时间啊 甚至这贬值啊 比很多国家都要贬值的快啊 最近呈现一个这样的态势啊 里面很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经济啊 现在很多资金要往外润 往外润里面很多还是国资 我之前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你看习家军带头跑路 里面就举了这个灵德时代的历史 欧洲在投三万九千亿进去搞哦 你想分一杯羹 哎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你想分一杯羹 你不是在中国制造输出商商品 所以产业链完全外移了 这还不会产业链外移 你为了拿到欧盟这个订单 你现在要把工厂设到欧盟去 你灵德时代亲自习家军头头啊 这个就是细胞子福建的这个啊 都是最亲的啊 就是习家军的习家军啊 凌王嘛 就是这个的习包子上台以来 你看看您的时代就八面威风啊 就这么来的 习家军自己也设到欧盟去 比如说产业链也外移了 你就看到产业链也外移 资本也外移 他没办法不外移 你外移还好歹 你把这订单拿到 到时候你你都要再拿回中国也好 什么都好 是吧 不然你也拿不到这个订单 起码工作机会也外移了 到时候你哪怕你在欧盟把这个钱赚了啊 再再转回中国啊 这个也要手续费啊 你在欧盟的银行也赚你一笔啊 然后工作机会也给这个给到外面去了啊 中国是屁民就没有工作机会了 所以我们我们看到这这些大企业啊 他们可能受影响不大 但是屁民影响大 往往是这样啊 中国这个体制就是这样 那今天还有一个例子啊 就是中国新能源材料行业啊 面临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冲击的复杂背景 像这个深圳的上市公司格林美啊 最近就发布一个公告引起关注啊 说格林美与韩国普向市政府啊 韩国动力电池生产商ECOPRO啊 就动力离电池关键材料推进一个合作项目 在韩国的普向市设立工厂啊 然后这个可能要出口到全世界 你就看出来了 现在这些法案啊 什么什么削减通胀啊 什么新疆人权啊 这些中国公司没没办法啊 格林美也是我去过 我这么跟跟他老板吃过两吃饭啊 里面那么进一进他办公室 一个大大的习近平的 把习近平弄的老大啊 跟他握手的照片啊 对吧就大大的贴在他办公室啊 所以啊是个是个大学老师吗 哈格林美的老板吗 啊所以就啊也是做这个离电池的 现在你看这些都都是跟细胞质铁哥们啊 一个二个呢 他没办法把工厂射到外面去 所以这些你都要往外投资 所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产业链被迫外移 另外一个呢 确确实实这个整个党国体制里面 他需要资金往外搞 现在啊就你就是保证国企的生存啊 我说你要拿到欧盟的订单 你要拿到美国订单 这是中国的客户都在外面的 一连到头 你要这个不过美国 美国订单不过欧盟订单 最终消费者在外面 啊现在人家不采购你中国了 你中国自己下地板乱搞搞搞一个什么 新疆强迫劳动啊 这个不知道哪个领导想的什么成全国 什么 哎呦反正就是 搞搞了个这个 这样一个东西搞的西方都该猛啊 现在现在给人制裁了 对不对啊 你就你就不要搞嘛 搞什么 哎呦一来我反恐啊 一来这么人民群众生命第一 这简直是我们广东话叫什么 就发好对吧 那么发好啊 啊 我们的广东话就是发好 哈哈 就就就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没说早事嘛 你中国一个低人权国家 那么没有没有医疗的国家 就搞什么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第一 你是不是 是不是脑袋抽风 是不是 这个没说早事呗啊 反正搞的搞到现在反正产业外移了啊 他资金也要往外润 所以人民币资金外流 不可逆转啊 你就是把这些什么有钱人全部控制住了 你党国的企业也要往外弄啊 所以这个压力还是三大啊 这个老百姓能换会一天你赶紧换 你甭管了这么多换了你就牛逼啊 你换不到你这不是全是假的啊 所以呢这个老百姓能润赶紧润 啊这这都我们永恒的主题啊 润走把资金转走 转到离岸户口一定不 你不要这么在在人民银行啊 在在中国的银行里面 你账户里面你转到外面去 外面 不要转到中国银行外面的分行去啊 是吧啊 你要转转到其他外资银行 在外面完全跟他隔离开啊 你就没有风险 不然到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共产党抽起什么金来 我就说了啊 最近还提一嘴啊 就是搞这么多动作呢 还有一个就跟20大有关了啊 20大之前啊 要肯定要保稳住 什么都要稳啊 有有空再提起20大最新进展 其实是有的啊 所以就是为了20大 其实他提前出手了啊 今天有一个名单出来啊 也是细胞子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啊 这个细胞子又出来了 哎 又搞啊 搞来搞去啊 有时候习派有反击了啊 这个李克强又反击了 哎呀 看着饿捞了 是吧 嗯 就在这20大之前 这个央行提前把这个招出完 不一定是好事 后面你中国人你没秘密啊 就没招了 你细胞子就没招了 你把招全出完了啊 今天一个什么准备金 明天一个一个 你把招全出完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啊 所以先说啊 这里啊 20大我们再再说啊 再开视频再说啊 先说到这里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留言分享拜拜